你别走 通儿 来一下 白俊杰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我也是刚看见 何老掌柜人了 我没见 我许双虎交流 拜托 拜托 您先抽着 我让凤云来伺候您 来 去 去 凤云 怎么 才几天不见 就不认识我了 我的亲奶奶 你真美得像变了一个人啊 那还得谢谢白掌柜 才把我变成这样的 快来 快来 我的性格宝贝啊 天天喝 天天喝 满屋子都是中药味 我把人给熏死了 你再忍一忍吧 这味太难闻了 我都睡不着觉 你不要再埋怨了 自从你进了贺府的门 就要没有睡好觉 那倒是因为我 太老了 我的路不长了 你用不着等太久 行了 行了 我说一句 你能说十句 老展贵 来 干了 干了 来 大兄弟 我给你倒酒 你的主子呀 可真没有良心 喵上的风阴就忘了我了 这杯酒是罚你主子的 你得替他喝了 行 我替他喝了 我替他喝了 来来来 这还有酒 帮你倒酒啊 他不来看你 我这不来了吗 看我得需要本钱的 你有吗 多的我真没有 少的都没有吗 拿去 拿去 有你这心就行了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妹子给你倒酒 我不能喝 真不能喝 喝酒 呦呦呦呦 妹子给你敬酒 你还不喝呢 傻里傻气的 快点 拿着 来 干 干 来 好 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 我还有点好东西 想不想尝尝 好女人好东西 当然想尝 我没当过神仙 不过我想神仙 比我也快活不到哪儿去 护心 好 那你等着 我等你 他这到底要干什么 不知道啊 会不会 长跪了 长跪了 冯医把我枪拖走了 什么 拖二姐她进了我屋 我回去之后发现枪没了 糟了 你再尝尝这个滋味好不好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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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你说我想干什么 我要替罗马爹 替我爸我妈亲手杀了你 除了你几个祸害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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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他 放开 我要杀了他 不要接报仇 赫长跪 你快攻攻他 全家攻击 别走 别 你们干什么 你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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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赫长跪 你想干什么 白掌柜 我今天 我今天要跟你算一笔总账 干吧 何对事 我告诉你 封您年纪小不懂事也罢了 你也老糊涂了 我可是隋德县的特派员 我一旦有什么事 你也投不了干系 来 别着急 喝口茶 去去去 西湖龙井多好的茶呀 你不喝 那我喝了 托儿 你是个猪 真像哪 尝尝 我问你 在罗马殿 你最听谁的话 猪还能听得懂人话 正经的 那你说我该听谁的 问你呢 公猪听母猪的 你想挨刀子了是不是 我要挨刀子 谁还逗你开心呢 坐下 你觉得 我当这个掌柜的咋样 赌场又开了 游手好闲的二溜子 又回来了 你也不让开赌场 把翠翠再商户到洋药馆 再替我多戴几顶绿帽子 你埋怨我 不敢 喝茶 凤云 凤云 你想咋办 杀了他 替罗马殿 替我爸我妈 出了这个祸害 喝茶去 我告诉你 你肯定量定量 我要真的出什么事 你和你罗马殿所有的人 都不会有好家产 白俊杰 你今天恐怕得应了那句话了 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你敢 敢不敢 你等着瞧 小白的 我这墙头草 是让你逼出来的 今儿我看出来了 恐怕你弄不死我了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爱俊杰 爱俊杰 我要是用刀枪杀死你 那肯定脱不了干系 可是 如果是你自己吸烟过量 吸死的呢 爱俊杰 这就叫杀人偿命 你 你 爱俊杰 这就叫杀人偿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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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冲老鼠一样 亲手训死他 杀人偿 佛英 你不能带来这儿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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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英 跟我走 我要亲手训死他 和尚规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乃俊杰 你肯定不会想到 你和你那个驴畜生爹 当年的死法 竟然一模一样 今天 我要为了我的妻子 为刘远东夫妇的在天之灵 为罗马殿的今后 我给你烧成大大的一泡烟 让你一次抽个够 大兄弟 大兄弟 姓白的 姓白的 姓白喝了好了 快点 送不上去啊 则儿 你给我送过去 大兄弟 吃也吃好了 喝也喝饱了 快快快 走 去看白掌柜去 走 去看白掌柜 快点 看看白掌柜 我自己 Guin出汗 这变子 特二 能顺顺打发走吗 没问题 好重的烟味啊 白掌柜 过足引了吧 起点吃点饭吧 你那个没良心的 有了新的就忘了旧的 见了俊的就忘了丑的了呀 连出大烟都不叫上我了 白掌柜 怎么了 他死了 高燕的气 手还热的呢 死了 不好了 不好了 你咋能叫我爸一个人 去罗马店呢 我管得了他 他死了才好呢 省得他呀 再去糟蹋别人 我问你 我爸那眼睛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跟别人胡骚情 让别人给弄瞎的呀 白夫人 刘太阳在哪 不好了出事了 白掌柜出事了 什么 你怎么能让白掌柜这么抽洋烟哪 难道你不知道 这洋烟抽过量 能抽死人的吗 干巴 这白掌柜死在在罗马店 以后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快找人把他抬出去啊 千万不能动 我已经派人去请刘太太 估计快到了 刘太太来了 也好知道白掌柜是怎么死的 到底谁该负这个责任 刘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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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闭嘴 夫人 你给我走 掌柜 你是怎么给我伺候的 怎么能让他这么个仇法 白掌柜他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你觉得 贺德权和刘凤英 有没有做什么手教 不可能 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 动手脚 你凭什么这么说 白掌柜进了房间 我就在下面吃了一碗面 我吃完以后 带着洋润合作上来 当时白掌柜的手 还热乎着呢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房间 白掌柜一丝号码都没有伤 并且房间没有来过 任何一个人 你想想看 就这么点功夫 他们怎么动手脚 可我就不能这么便宜 放过他们吧 说 你们这次来这儿 究竟没办啥事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阴隐约约 听白掌柜说过 他这次来老马店 就是想要罗马店的房子 还有土地 怎么个要法 我不知道 家父刚进入罗马店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 诸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你该去问白掌柜的跟班才对 他们肯都是一直在一起的 刘团长有公务在身 现在 有我全权料理家父留下的事情 那就请刘太太 把死人弄回去 恐怕 没这么容易吧 你要是不弄回去 那就按照我们罗马店的惯例 当五主尸体 扔到乱赃堆里去 凤英 怎么说 你也算是我白家的半个儿媳妇 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吧 那是你们痴心妄想 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 我白夜大小姐也是个爽快人 今儿 我一 不让凤英做过的弟媳 二 不追究家父的死因 白小姐真是深明大义 出事利落果断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呢 您招什么急呀 你说吧 我白家再好说话 也不能落个人才两空吧 你想咋 家父的命 是很值钱的 那是他自己抽大烟抽死的 值什么钱 要想卖钱 自己弄回去 想卖多少卖多少 可是 他是死在你们罗马店里了 你 你就得负责赔偿命价 你想恶诈 没门 我早就知道 你们罗马店 根本就不剩什么钱 不过 还有房产和田地呀 白爷爷 你白日做梦 贺长轨 您也这么看吗 疯了 你们白家的人 从你爷爷到你爹 再加上你这个小妖精 都得了疯心病了 放肆 干什么你 你 你敢让我白家 我看你这老豆子活够 想干吗 快送干爸回屋 然后叫广级堂的陈先生来 放行 我话可还没说完呢 事还在这儿搁着 谁都不许走 姓白的 事有事在 过一会儿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走 上虎 快去叫陈先生 好 走 这儿 我看看我看看 这个老东西死下没 出去 我有花蛋都给你探 你赶紧给我死吧 你死了就想给我爸长命 给我白家陪葬 过来 过去 过去 老掌柜 千万不要东西 你一定要记住 万念全霄 保真寿意 我这针 才能醒得下去 万念之下 保真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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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留一个人守着 天大的事情 也不要打扰他 我一会儿来起针 你陪陪他吧 好 我送你 好 老掌柜 凤银洞下这么大的乱子 让你挨打 受气 你可不敢再让他折腾了 你给我出气 你给我出气 你再让他折腾下去 咱老马店就完了 你出气 秦先生让我守着你 你想等掌柜 想找男人 也得等我闭上眼睛 咽了这口气 你爸的死 你爸的死 跟我罗马店没有任何关系 我一个子都不会赔 早知道你是个属核桃的 一定给砸着吃 谁砸谁 那还说不定呢 是个刷嘴皮子家 可到了县衙门大牢了 我看你的嘴还怎么硬 白妍妍 咱们都是女人 女人就靠着一张脸活着 你要是非得撕破脸皮 跟我胡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对对对 我懒得跟你废嘴皮子 既然你是不想赔房产和地产 而是想把事情闹大 那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事闹大了 吃亏的是你 而不是我们罗马店 刘凤英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是赔房产还是地产 我之所以把你拉到这儿 单独和你谈 可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 你可以平心静气 不为难我罗马店 那我永远替你保守一个秘密 是关于你们白嫁的 关于你自己个人 致命的秘密 秘密 什么秘密 你说 这个秘密 任何人都难以启齿 我要是当着他们的面 都说出来 你肯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 你个破秘 能奈我何 有种的 说啊 我希望你就此打住 别逼我 你放心 今儿 我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 你是你爺爺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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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十六岁 你爸爸才九岁 九岁 对 所以 你的亲生父亲 是你爷爷 我知道 这事也不怪你 可这都是事实啊 你他妈有什么凭证 你肯定不知道 我在你们白家的密室里面 被关了整整二十多天 你们家的一切 我都了如指掌 凝聚我当然有 但我不可能放在身上 你再胡说八道 崩姑奶奶一枪崩了你 你但敢对我罗马殿下手 即便是打死我 我也会让这个秘密和凭证 在一夜之间 穿遍整个隋德 我让你身败名裂 所以 冷静想想 到那时候 非常要脸面的刘团长 还会像现在一样对待你吗 你还有什么资本 在隋德换下去 回去找你的母亲证实一下 回去找你的母亲证实一下 然后 再回来找我算账吧 给我小心些 诸位 就到这儿 不用送 刘太太 节哀顺变 一路走好 我先走一步 掌柜的 就这么就走了 不走还像咋 你给他们多少钱啊 我凭什么赔他们钱 不给钱他们就走了 父亲 你真厉害 那掌柜的 他们走了 你还想干什么 我的老婆孩子 跟爸说了 你的老婆孩子 在家好好待着呢 就没离开三十里不半步 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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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咱们歇会儿 走 这凤英怎么跟翠翠犯了烟一样啊 陈先生 你不是说我已经好了吗 冯营啊 你今天又吸大烟了 没有 你骗不过我 真的没有 我半口都没吸 没吸 那你闻过味吗 惠儿 倒是闻过 伤别人的东西 也伤害自己呀 陈先生 您幸福 讨厌杀手 我知道 我一直与人为善 从没想过跟任何人作对 可是 我动不动就被别人 往绝路上逼 这你能给我开个厨房吗 苦海无边 回头是吧 我知道 您是想让我放下一切 您最了解我 最清楚我了 我从没想过 要拿起什么 要执着什么 可是 乱七八糟的事 能有得了我吗 我给你他怎么样了 你上次走了之后 我就是龙马店的大掌柜 有啥事你跟我说吧 我有一笔账 必须要和他算 你不认我这个大掌柜 我认 但这笔账 我只能和他算 你们到底有啥账 都能告诉我 他坏了道上的规矩 你 乔大哥 你怎么才回来 还不因为你这个扫子行 乔大哥 我赔偿你们这次所有的损失 就因为你 给罗队带来了灰剑 这一路上我都不顺他 没过上个战口 就死了三匹罗子 两个教户 被施老幺打死了 钱你赔得起 可这命 你怎么够赔法 我 我二弟他 二弟你 我二弟 罗子兄弟 凤英也是死里逃生 糊口脱险 咱们一大家子人 都不容易 乔大哥 我是被逼无奈 不是故意 要害咱们罗队的 罗子兄弟 这路上顺当不顺当 碰到土匪施老幺 这劫财杀人 怪罪不到凤英的身上 这命不命啊 我不管 我就扔规矩 这祝备传下来的规矩 就不能破 乔罗子 你说了这么多 到底啥意思 啥意思 得给罗队取慧去 不然这罗队我就不管了 谁也怪 谁就管去 邦队取慧去 凤英 你说该怎么办呀 乔大哥 我坏了你们的规矩 我甘愿受罚 也当真 当真 那好 白云山上琴珊珊 三十里不唱一台戏 挨鞭子 一样都不能少 行 一样都不少 好 凤英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哥妈 你放心 我心里有谱 我有摄影 没有跟着你 Mediterran 你完全不受了 赶快 不要影响 Avatar 你妈妈 我回 races 我 IL 阿川 和 顾奶奶 顾奶奶 左星龙右白虎 一鞭子下去会起初 撤撤 我踢点 不行 走开 够不够 打吧 慢点 打一下 冯爷 你把队传上啊 你那小子鞭子比刀子还快呢 我不要 你别不要啊 打得皮开肉绽的留一身疤 到时候谁还要你呀 快点 快 大婉 吹吹你快点 来了 来了来了 快 冯爷 把这个拿上 听话 拿上 瞧骡子 你要是敢伤害他半个男儿呢 我跟你拼了 我 先把药喝了吧 妍妍 你把白马弄哪儿去了 我爸吓着他 给他送到城里去了 可没你大 还得让白马摔小盆子呀 你放心吧 这些我会安排的 你先把药喝了吧 这老冲冲走了 咱们俩能够安生日子了 盐盐 你能拿些钱 去白云寺那儿供个佛 让他好好地削削咱们白家的业 恐怕光削削业还不成吧 那也只有这样了 我叫人准备了两副棺材 你 你真孝顺 我要把你们俩同时给埋了 省了他先过去 无论是变成驴还是变成马 又要胡作非为 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 当初你为什么不和他拼命 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敢杀你娘 你还是人不是人呢 娘 你是我的娘 还是我的姐姐 是我的奶奶 还是我的嫂子 爷爷 你也得替我想起 十五岁那年 你也是从十五岁过来的 你说我一个弱女子能有多大的本身 我不管这些 那个死鬼 是我的兄弟 还是我的父亲 白马 是我的弟弟 还是我的侄子 你把这一节节搞乱了套了 你要我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爷爷 你 你不能杀白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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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杀白马 来人呢 老太太过去了 给她抬到堂屋去 这下怎么回事 伤身过度 心痛病加重 一下子过去了 你 你爸爸死在三十里铺罗马殿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 妙妙上看 是吸大烟吸过料了 吸死了 那背后 他们有没有动什么手脚 我和白马仔细检查过来 没查出什么来 凤英 你还准备让她给白马做媳妇吗 现在看了 这就是个错误 你和你爸爸做事啊 有时候就是冒冒失失的 那三十里铺没个是好东西 我迟早会收了他们 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 别整天跟杨王爷似的 见谁都想收拾 没我们凤英俩 撅着屁股给你弄钱 你凭什么大把大把 能给上街送银子 我看 贺德权和那个凤英 是铁了心的往八路军那边靠啊 他们是又送人又送粮 可是给你们的军粮呢 一粒米都没有吧 我看你这隋德的一把手是白当了 你咋来了 你赶紧回去 杀人都敢还怕我啊 你不走是吧 我走 你别怕 他又起不了床 姑奶奶 你赶紧走吧 别人又得说个怪话 你又擦这个干啥呀 是不是又心疼凤英 要给他叠个啥曲啊 罗马店事够多了 你别再添乱了 程伯 我添啥乱了 你从一个臭懒工小子 一步步升到罗马店的大管家 你凭的是啥 靠的是谁啊 咱说话得说人话 做人也得有个人样 我不是人样子 凤英才是人样子 你 山虎 到了关键的时刻 你可不敢犯糊涂 我啥时候都清楚着呢 等我刀上掌柜的 罗马店就是咱俩的事实 你疯了吧你 我没疯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你等吧 桃花又开 新花又开 幸福的花儿开 虎真人 而是美国 。 翘宾, gle福的历程 你感到历程 你咱俩说什么 这天 你只能够けれ 你也不然 这天 护士尔 你不想到 你可不想到 他都知道 感到 最后 你不想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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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白眉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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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成花香梦 桃花又开 心花又开 幸福的花而开 蝴蝶飞来 石鹊飞来 你一定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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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白眉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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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白眉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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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回来